一个开法拉利 一个农村种地 他们却是全网最铁的兄弟 看到有法拉利跑车经过 路边的大江赶忙给人家让路 可凑近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的好哥们大兵 看到从小玩到大的 好兄弟终于回来 大江更是立马放下工具 拉着哥们就回家百息吃饭 看到兄弟拿起车钥匙 大兵还以为他要激动地出去 跟车来张合影 可眼看着大江迟迟没进来 大兵才起身去院子里查看情况 没想到眼前的一幕彻底把他惊到了 原来大江并不是想要拍着炫耀自己 反而将家里的各种土特产 拼命地往兄弟车里塞 毕竟城里的生活 大兵也很难买到自己种的蔬菜水果 这样满满一车土特产 也能让他好好吃上几顿了 而大江一边装着 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叮嘱着大兵 下次你还是开奥迪哥回来吧 这车装不了多少 而大兵也被好兄弟的行为感动到了 虽然两人的经济实力差距很大 但即使长大成人后 两人的兄弟情谊也丝毫没变 而生活在农村的大江之所以第一次见就知道 法拉利的后备箱在前面 是因为他平时就会在修车店打工 虽然没有见过也没有开过 但对一些基本的诚实还是了解的 这天好兄弟大兵蹭了点气 所以又把车开了过来 想让大江给修理一下 可没想到等到下午去拿车的时候 才发现大江一上午都在帮别人忙活 本以为大江没把自己当兄弟 可了解清楚真相后的大兵 也是瞬间羞红了脸 原来大江为了帮自己省点钱 特地熬到下班时间 自己买漆帮他补 而为了等到大兵回来拿车 更是已经困到在椅子上睡着 看到兄弟如此为自己考虑 大兵也想请大江出去搓顿饭 可大江却表示 只要给他两包好烟就行了 随后大江便从包里拿出了两包滑子给他 原来大江并不是想自己要 而是转头放到老板桌上 随后才从自己兜里掏出两根捞烟 递给了大兵 不得不说这种处处为对方考虑的友情 又让多少人羡慕了呢 而作为全网最讲义气的男人 大江简直是成了好兄弟天花板 他是全网最讲义气的男人 让无数人直呼有这样的兄弟做梦都要孝醒 圈分两百多万让无数人竖起大拇指 大江到底凭啥受到网友喜欢 出生在农村的大江 可谓是个弟弟道道的憨厚人 但凡是兄弟朋友遇到点麻烦 那他必然是拔刀相助在所不辞 这天好兄弟来他家吃饭 他立马摆好韭菜招待 可随后掏出来的两瓶茅台 却让对方傻了眼 因为大江的条件并不好 平时打零工的他 也不可能舍得买这么贵的酒 随后一问才知道 原来大江是跟着老板出去吃饭 把人家桌上喝剩下的拿了回来 可刚要拆开的时候 却被大江拦住 本以为是大江不舍得给自己喝 可没想到接下来大江的一番话 却让他立马破防 原来兄弟舍不得打开的好烟好酒 都是为了留起来让他拿回去应酬用的 就连这个都处处想到对方 这样的兄弟情谊也让屏幕前的网友感动 有人说看到大兵就想到了从前的自己 还有人说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只有大江把情感的精髓拍了出来 这天大江原本坐在小吃店里吃着面条 咸菜恰好兄弟从旁路过看见了他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刚回来 你回来怎么不我坐一会儿啊 给你个惊喜啊 可明明上一秒还在吃着咸菜 听到兄弟还没吃饭后就立马拉着他走进了旁边的饭店里 对他来说自己平时吃的差点无所谓 但朋友好不容易来一趟 自己平时再怎么舍不得吃 也统统安排上 明天我不上班了 今天晚上咱们多喝两杯 而这个视频也收获了200多万的点赞 有人说这样的朋友一辈子有一个就足矣 还有人遗憾的留言说 自己从前也有个这样的好兄弟 但最终还是把他弄丢了 而在好朋友的面前 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二位的 这天兄弟来找他借钱 可大江的手机也刚坏了 自己还紧紧巴巴的过着日子 只是随后他便跑进屋里拿出了一张白纸递给了对方 好在大江的朋友也是重感情的人 看到好兄弟帮自己能帮到这个份上 还钱的时候更是给大江买了块新手机偷偷的塞了进去 而通过一个个这样的温情视频 大江的账号也圈粉200多万 而与那些光鲜亮丽的博主不同的是 大江更是以底层人民的视角 拍摄出了一系列让人暖心的正能量视频 而这些视频更是直接看哭网友 他是全网最接地气的网红 皮肤又黑 脸上笑起来全是褶子 但却凭正能量视频感动200多万网友 这个名叫大江的小伙有何与众不同 自出道以来 大江便以普通人的视角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碎片生活故事 并将一个在社会底层打工人的心酸奋斗的形象 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他的视频里 他是下了夜班在公交车上 给自己点蜡烛吃蛋糕的外地小伙 是坐地铁 发现皮鞋掉漆 于是拿记号笔补色的卑微打工人 是打工结束去杂货铺买袋花生米 回家吃的工地小伙 也是大雪天海奔波在路上 送外卖的配送小哥 而每一条视频都让屏幕前的很多人产生了共鸣 即使在辛苦爬楼送外卖 但一接到家人电话 却不想让他们担心 哦 等一下 哦 行 好的 好的 我在远方 很多的岁月 时常会想起 这一段时间 妈 我来呢 在这儿 我在 去朋友家吃饭呢 是我 阿姨好 阿姨好 而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 却不得不需要外出赚钱 因为实在没办法给她一个未来 什么时候回来啊 可如不回来 即便是在女孩面前装得再坚强 车子一开一转头 她便立马痛苦地泪流满面 她的每一条视频都能让网友隔着屏幕也立马共情 她十二是为了自己身上没钱 还想给妹妹多打点钱过去的哥哥 十二又是攒钱买了套化妆品 在车站等着去找女友的小伙 而她的视频也让不少网友 看到了从前自己的影子 虽然是没钱没地位的一个穷小伙 但对于大江来说 平凡的日子也照样能过出幸福的感觉 哪怕是一盘方便面 一个馒头 一瓶老干妈 也依旧能吃出西餐的感觉 而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 也正是她最想传递的价值观 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无论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只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乐观享受每一天 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正能量的小伙 你有什么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